在今年8月份 明凡的新品发布会上 发布了众多的民意主题之中 其中有一款 让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性能和配置 都相当之炸裂 因为它不但能上13代标压的i9 那么全尺寸的PCIe 插16的插槽 还能插独立的显卡 4个M.2的接口 最大的支持 3条22110长度的NVMe IO接口的部分就更是堪称豪华 两个USB4 两个万兆的光口 两个2.5G 并且支持英特尔的Vpro远程管理 网络接口的总传输带宽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5G 这些非常夸张的配置 被设计师一起装到了 一个不到1.8升的迷你主机里 那么今天就跟着金水 一起来了解一下 名分家Workstation第一款 迷你工作站主机 MS01 名分MS01支持12代跟13代的CPU 金水这次拿到的是13代的标压处理器 i9-13900H 14核二线程CPU最大锐频 5.7GHz TDP功耗在45W 最大锐频功耗在115W 核显是锐聚的XE 96个EU单元最大频率 1.5GHz 我这次拿到的是32加1D的版本 硬盘最大支持PCIe 4.0×4 随机附送是金石顿1D的版本 内存支持5200MHz DDR5的内存 理论最大支持96G 本次MS01随机附送了一个180W的电源 一根HDMI的线 一个M2转U2的硬盘扩展板 还有三包螺丝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外观 非常的简决而且内敛 通体是铝合金材料 顶部和底部是大量的散热孔 并配有防拳网 正面是一个电源按钮 一个3.5的耳麦接口 一个USB3.2 两个USB2.0 并且有大量的散热格栅 背面两个X71010G的光口 两个2.5G的电口 两个USB4兼容2G的雷电以太网 一个HDMI的接口 一个USB3.0和一个EC的接口 机身的主板部分为抽屉式的设计 非常方便后期的维护 按住Type-C旁边的卡扣 轻轻的往后一拉 就可以整个取出主板 我们可以看到在顶部的左边 是一个PCIe X16的插槽 支持PCIe 4.0 X8 可以扩展半高的显卡 网卡、M2、硬盘等等 我在这装的是一个特斯拉的P4的显卡 插上之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其实只要你是尺寸合适 那无论能插什么 只要能塞进去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拆下右边的散热风扇 我们就可以看到内存插槽 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反过来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扇 那我们把这个风扇拆下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四个M.2的插槽 那左边三个是用来装硬盘的硬盘位 那右边一个呢是用来装无线网卡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都是支持R2110长度的硬盘 那最左边这个呢是支持PCIe 4.0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官方附送的这个配件 那让它转接成支持企业级的U2的SSD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转接U2硬盘的时候呢 需要把这个开关拨到U2的这个档位 那么硬盘的第一个槽位呢 是自带的金士顿的硬盘 最高读取呢是4800兆 那写入是在3800兆 那么对于PCIe 4.0的硬盘来说呢 还算是中规中矩 那使用转接板转接三星的MP983的U2的硬盘 那最高的读取呢是2000兆 写入呢是1300兆 第二和第三个槽位呢 我也上了两条PM983的R2110的NVME 最高的读取呢是在2980兆 写入呢是在1300兆左右 那自带的这两个内存的表现呢 也算是正常水平 那么大家在这可以暂停看一下 好那么接下来呢 看一下它的性能测试 那我们安装上独立显卡 BIOS设置默认 那风扇策略呢一样是自动 那咱们先烤个机 单烤FPU30分钟 核心频率呢可以稳定在2.8GHz 那CPU呢最高可以跑到60W 核心温度呢会在81度左右 那如果不查显卡 那它CPU呢则可以跑到80Mbps的极限功耗 室温22度 烤机的时候呢 机身的表面温度呢会在45.5度 那设备总功耗在119W i的64和你甜甜圈双烤20分钟 那过程呢也是非常稳定的 显卡最高呢可以跑到68W 显卡最高温度呢是在89度 设备总功耗呢这时候最高来到190W 30秒之后呢会降到160W左右 那机器的最高温度呢则在显卡上 是57度左右 在这呢如果大家要增加显卡 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换一些大一点的电源 会更加的稳妥 我们也跑了一些日常的测试软件 那分别做了插显卡和不插显卡的两组测试 那其他的测试呢在这就不给大家一个一个念了 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那整理说来呢明翻这台机器的性能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简单跑了一下游戏 在配合独显的时候呢 使用的是NVIDIA专用的驱动 游戏设置为独显启动 4K低画质的路亚路 最后的团战呢也可以稳定在150帧左右 2K低画质的原神 打造场景呢依然可以稳定在60帧 大表格2 1080p低画质 测试场景呢最高稳定可以在58帧左右 地平线5 1080p高画质 可以稳定在58帧到60帧左右 赛博朋克2077 1080p低画质呢 可以稳定在60帧 那这么看来呢 特斯拉P4这块显卡呢 还是非常非常让我惊喜的 那么其实明翻MS01 精水最期待的部分呢 应该是它的网络部分 那我使用一个光传电的模块呢 插入10G的FSFP 万兆的交换机连接我的万兆NAS 一个27G的电影文件 那传输过程中呢下载700兆左右 上传呢可以到1个G 那接着我们使用IPOB3进行打流 那多线程呢是可以跑满10G的带宽的 我们使用雷电3的网卡连接USB4的接口 同样呢它也可以正确的识别 而且呢是可以轻松的跑满万兆的 2.5G的网卡采用的是 英特尔R226的芯片 那在测试的阶段呢 没有出现任何的断流的情况 那压力测试下呢 也是可以跑满2.37G的 那属于2.5G网卡的正常表现 那靠近光口的2.5G网口 还支持英特尔的VPRO的技术 在BIOS里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呢 你就可以通过AMT 对设备进行远程的控制 甚至呢是可以安装系统 那么妥妥的就是一个迷你的服务器 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想要开启VPRO这个功能 那最开始的第一次呢 是需要更改密码的 而且呢你是需要外接一个显示器 或者是用HTMI的U片器才能实现 那这个机器呢 也带了WiFi 6E的网卡 那么同时我们也测了一下WiFi的性能 它的峰值的握索速度呢 显示呢是2400M 那接下来呢 我们使用Homebox的内网 测速插件进行了一些测试 那多种的测试组合下来 最终的结果 最高的下载呢是1.31G 上传呢是1.36G左右 那满足日常家庭和轻办公的WiFi使用场景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例行呢测试一下 嵌入系统 那我们使用小宝最新的固件 来进行测试 在满配置的情况下 那整机的待机功耗呢 会在38W左右 加密算法评分 AES 768802分 X20 415612分 Chromemark CPU评分 428160分 那最高的功耗呢 会在104W左右 那么这个性能在金水的小主机排行榜上 也算是顶尖的存在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还做了一些虚拟机的测试 那我们安装了ES XI 那这次呢 使用的是8.0 并且呢 我们成功呢 在虚拟机里面安装了一个NAS系统 和一个SDOS 实测 明凡MS01 那是可以正常实现虚拟机的安装 和硬件直通的 那同时呢 我们也顺便测试了一下 它的核显跟独显的硬件转码效率 我们在设备里部署了Jelifin 播放一个4K120Hz的HDR的高码率的视频 核显实时转码1080P 20M码流 最多呢 可以支持四路顺畅同时播出 而我们使用特斯拉的P4 那可以最多实现五路的转码 同时观看或卡顿 那综合比较起来 相比11代的5105 跟12代的N100 那特斯拉在转码的效率上呢 还是更胜一筹的 那么目前在海鲜市场 300元左右的下格呢 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但是 仅限于你自己可以改散热的同学 那么先进看到这里 小伙伴们就应该对 明凡的第一款迷你工作站 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那即使经过两周左右的测试呢 是真心爱了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讨人喜欢了 那无论它是性能 还是扩展性方面 都是无懈可击的六边性战士 13900H这个CPU呢 是足够的强劲 那无论是当PC使用 或者是当服务器使用呢 都是绰绰有余的 那网络性能呢 更是强到离谱 那直接给了两个 X710的万兆网卡 那无论是从万兆 还是到无线 那真是应有兼有 那如果算上雷电网卡 跟PCIE网卡 那你可以同时拥有 六个万兆网卡 那么如果你愿意 你需求更高 你可以通过PCIE 直接上40G的网卡 那么目前PCIE半高的显卡 虽然说选择不是太多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说RX6400 1650 A380 最高的你甚至可以找到 魔改的3050Ti 跟A2000 那这个级别呢 就算你是轻度的3A游戏呢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过你要是 像我一样买P4 那么你要自己改散热才可以 那硬盘方面呢 支持R2110跟U2的企业硬盘 那你可以轻松的买到一些大容量的型号 不过呢 如果想温度低一点呢 我才是建议呢 大家还是选英特 那如果非要挑毛病的话呢 就是 它这个电源呢 只给了一个180瓦 那为了防止散热能力不足 那明凡这次的BIOS呢 调整的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 那么如果检测到插入显卡 它的TDP呢 会掉到40到60瓦 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把它调回来 那如果插入显卡的同时 你还想要更高的功耗的话 在这减水建议 大家还是上一个 240瓦以上的电源 比较合适 那作为一个workstation的主机 那我相信明凡这次呢 就是冲着thinkpad跟惠普来的 那准系统 最低入门 3999的价格 我个人觉得它是相当有诚意的 那不知道屏幕面前的小伙伴 就这个价格是否满意呢 好了 到这里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小主机的时候呢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感谢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感谢大家收看 金水神机能 金水 咱们 再见 感谢大家